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有不错去斑作用的木瓜食谱哦 简单易做比吃燕窝更有效呢 省事省力又省钱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吧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需要用到半个木瓜 稍后小编会将它切拌 四颗红枣将它去合 三个莲子 以及适量的冰糖 还有蜂蜜哦 现在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红枣莲子木瓜汤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红枣和莲子清洗干净 放入锅中 冰糖也是同时加入 接下来我们开大火 让它煮熟 煮熟后我们就可以关火 让它烧凉后 烧后我们将使用到哦 接下来我们将洗干净的木瓜 切拌 我们只需要用到一半的木瓜哦 我们将木瓜纸挖掉 挖好后 我们将我们的木瓜放入一个盘子中 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煮好 红枣的红枣和莲子放入木瓜之中 接下来我们加入一汤匙的蜂蜜 接下来我们在一个锅子中 加入适量的水 放入我们的木瓜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10分钟即可 熬煮10分钟后我们即可出锅了 就这样我们的红枣莲子木瓜汤就做好了 红枣具有健脾异味 补气养血 安血 安神等功效 而莲子具有养心 安神 明目等功效 莲子对心脏是非常好的 经常食用能让心气足变得爱笑开朗哦 那么木瓜的功效就不需要小编再次强调了 相信大家看完这款红枣莲子木瓜汤后 一定会尝试一下 在每天晚饭后作为一道甜点服用 效果会更佳哦 而且非常适合女性服用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吃的时候一定要将木瓜肉一起食用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红枣莲子木瓜汤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让更多人知道 这款养颜美容的滋补品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